要从别人的身上学到智慧 我们要观察人生一切无常 学博人的未来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实际上很多人说别人对你不好 你想一想你对他怎么样 如果你今天改变态度对他好一点 他一定会对你很好 所以要管住自己的心就是在修心 一个年轻人他去拜访住在大山里的一个禅师 讨论关于他自己身上的那些业障罪孽问题 这个时候有一个附近文明的强盗 他呢实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压力 他也找到了禅师 他跪到禅师面前说禅师啊我的罪过太大了 很多年来我一直睡不好吃不下饭 难以摆脱自己心魔的困扰 所以我想找您为我洗净我的心灵 这个禅师对他说 这个强盗说我做过很多的坏事 禅师说我曾做过的坏事肯定比你多 强盗又说我杀过人啊 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们的鲜血 禅师回答说我也杀过很多人 我不用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们的血 强盗说我做的一些事情简直是没有人性啊 禅师说我都不敢想以前我做过那么多的没有人性的事情 强盗听禅师这么说就有一种鄙视的眼光看了他 说你既然是这么一个人 为什么还在这里自称为禅师啊 还在这里骗人呢 于是他讲完话轻松的就走了 这时候在一旁的年轻人就一直没说话 等到这个强盗走之后 他跟着禅师说 师父我很了解你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你一生当中从未杀身 为什么你要把自己说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呢 难道你没有从这个人的眼睛里看到 他鄙视你对你已经失去了信心吗 禅师说对 他的确已经不信任我了 但是你难道没有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他憎恶改善的感觉了吗 还有什么能够能够更让他欺恶从善 这个年轻人激动的说 师父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美德 远处传来了那个强盗欢乐的叫声 我以后再也不做坏人了 声音响彻山谷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禅师他不惜丑化自己来感化强盗 一颗慈悲的心令人静伏 其实人的心都是很善良的 哪怕是在十恶不赦的人也有一颗善良的心 所以我们不管对谁都要用慈悲和善良 不管你的孩子多么的难 多么的苦 多么的不听话 你一定要去感化他 在台长救度的这么多众生当中 有的孩子在海外 妈妈爸爸难以齐口同性恋 有的是吸毒 什么都有 台长就跟他们讲 这是是不是你的孩子 他说是 你要不要救他 要好好地救他吧 因为你只要把他救好了 你就胜造七级佛陀了 我们人间的纠纷 很多人认为 只要我不原谅你 你就没有好日子过 就可以让对方得到惩治和教训 实际上不原谅别人 真正倒霉最吃亏的是自己 因为你天天生气不原谅他 睡不好觉 吃不下饭 气出病来 无人替 对世界上的一切 如果我们不调查清楚 就乱做决定 就是于此 佛法上说 静能生会 碰到什么事情 要安静 天大的事情发生了 也要静得下来 所以西方人碰到事情 也是叫cold down 我们中国人讲冷静 所以冷了才能安静 你们今天有空调 你们就安静坐在下面了